请收看 卫律法师 佛学讲座 照尽无印皆空 这身身面面 他都无所住 无所着 用一个觉性 纯一个觉性 那个觉性又是无相 又是无助 又是无求 又是无找 当然一切都是圆满 就不生不灭 所以这个如如虚空一样 这个心无事以来 不曾经生 因为没有执着 不曾经灭 也没有分别 本来就没有这个生命的心 那么心也不青色 也不是青色 也不是黄色 它无形无相 它也不属于所谓的有 也不属于所谓的无 也不能说 计算它是心的 或者是旧的 它也不是长的 我们的本性也不是长的 也不是短的 也无相吗 我们的觉性也没有所谓大 也没有所谓小 本性啊 有大 是对小讲的 这个通通是对立 好 超过一切限量 就是范围数量 就是范围数量 明言 中击 中击就是所谓的脚印 形式的痕迹啊 来对待 意思就是超过一切 范围数量 一切的明言啊 一切的这个痕迹的对待 通通超过 我们从刚开始来来看 诸位看啊 生命是一对 因生讲灭 因灭讲生嘛 有青才有黄嘛 有黄才讲青嘛 底下不属有 有跟无又是一对 心就又是对立 长短又是对立 大小又是对立 毕竟绝对的 居性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 如果看到这一段 我们如果能够悟到 那就一切的 是非常常 数量通通一样 今天我拥有一百亿 一样一教道天明 我今天身上 身上一块钱 也是一教道天明 所以他没有 这个数量的观 没有这个数量的 这个 这个执着跟分别 大修行人这些 都绑他不住的 绑他不住的 对不对啊 为什么 他说远离对立嘛 当体辨识 什么就是当体辨识 就是极相离相 所以这个禅宗 就是以体性为下手处 体性 就是就所谓的 决性 决对的空性 为下手处 那么这个决对的空性 又不是说 我去观照 又不是说 我去观照 知道他是空性 不需要观照 法尔如是 他本来如此 二圣人啊 或者是凡夫啊 都是用一个观照的心 哎呀 观照这个色身啊 不敬啊 无常啊 小圣都是用这样修行的 那么就观照这个 观照那个啊 都知道 这是缘起信空 这是缘起信空 大圣的 最上圣的 顿悟法门 不是这样 顿悟法门 就是法性如是 法尔如是 本来如此 一切的境界 他当 当体 他就是绝对的空 你不需要 透过观照 法尔如是 不生不灭 就是待在 在你的一切的 一切的眼睛 六根线前的地方 包括我们这个色身 那 无常 他就是必进空啊 他就是必进空 必进空级 没什么好讨论的 也没什么好观照的 他 不会产生执着跟妄想 也 也没有所谓的 空性的执着 虽然我们了解是必进空 也没有说 啊那个说 我在观照空性 那这样又是执着 因此 若论佛法 他一切现成 一切都是现成的东西 所以当体辨识 就是极相 离相 因此禅宗 从本体界下手 禅宗 从我们的心的 必进空性的 绝性的体性下手 你只要悟到 绝对的这个思想 那生死就解决了 剩下就是一些 习气的问题 就是今生即世啊 不能了生死的话 来世啊 就像叶希法师讲的 就是来世啊 你已经走了五十步了 来世再投胎啊 因为你 行善啊 听闻佛法啊 又不会失去人生啊 来世再用功一点的话 就有机会 大策大悟 当然这个 很不保险啊 这是叶希法师的思想啊 他意思就是 不要怕 不要怕轮回 不要怕轮回 修净土宗子说 你不怕你去啊 我不要 大家都很怕啦 当体便是 动面机关 当下不生不灭的体性 那个就是了 师父已经刚刚一开 刚开始讲 我就告诉诸位 看到这个花 就透视它 当下无常 就是毕竟空 你什么好讨论的 没有生没有灭 那心保持 入入不动 是一切的境界 现前 你都是这么样子的 清清楚楚的 看着他 虽生 无能生所生 虽灭也无能灭 所灭 他就是这样子 当体便是 动面机关 当体便是动面机关